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演出150部6000级电视剧 主要代表作有《神雕侠侣》、《法律剧场》等电视剧 1979年 当一串响亮的鞭炮声带起了结婚进行曲的第一个音符时 一对幸运的新人许家荣和武家山怀着兴奋的心情走进了礼堂 9月28日是极庆的好日子 一整个早上新郎官许家荣的脸上一直扬着笑 挽着身旁的娇妻偶尔相视一笑 或是窃窃私语 要不然就聊起新娘的面纱 礼礼散落的发丝 那份浓浓的爱意泛起心头无限甜蜜 终于在大法官的主持之下 家人亲友的祝福声中 这对新人简单隆重地完成了婚礼 典礼之后 礼车开到荣兴花园拍照 因为他们要让大自然也分享这份属于他俩的喜悦 假日的荣兴花园满是游客 惊陷着这一对演员夫妻的来临 欣赏和好奇的围观者 也同时带来了许多的祝福 不过也有许多人怀着疑问说 这大概是出外景吧 在拍戏吧 两人也不在意 反正戏里戏外 他们都认定了对方 但是2006年 他们却被曝出已经分居 曾经是令人羡慕的夫妻俩 因许家荣的外遇 30年婚姻出交 此前独自搬到外面住的许家荣首次坦诚 两人已经分居多年 主要是第三者关系 导致婚姻破裂 虽然跟老婆还没签字离婚 但跟离婚没两样 吴家山则低调不愿意说 离婚的事去问许家荣吧 不要问我 外表斯文帅气的许家荣 曾经是中世当家闽南语小生 俘获了不少欧巴桑的芳心 而吴家山则走血腥搞笑路线 他除了出演《鸟来博语十三姨》 还跟廖骏主持过欧姬丧游台湾 同样拥有不少影迷 娃娃脸的许家荣透露 离婚原因除了外遇外 还有两个人性格不合 我们都属羊 个性都很扭 也因个性太相近 经常发生摩擦 他表示 我们都是嘴阴心软的人 都不愿主动低头认错 也坦言自己有大男子主义 负气之下 穿着T恤和一条牛仔裤 丢下老婆跟两个儿子 就搬了出去 至于为什么到现在 还没签字离婚呢 他说 老婆考虑到儿子 所以迟迟不愿意签字离婚 而吴家山除了不满老公搞外遇 也不满他到内地 跟人合伙做室内装潢 之前 许家荣曾跟朋友到广州 合作室内设计生意 每天负责跑业务 本来可以百分之百赚钱的生意 因股东出问题 加上管理不善 三年投资的四百万 一分钱都拿不回来 他因此跟老公翻了脸 还大骂对方是 神经病干嘛拿钱去投资 你本身就是本钱 对此 许家荣坦承到 一人转型真的很困难 加上没有生意经验 很容易吃亏 不过 好胜心强的他 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爬起来 曾经经营阳工馆的他 最近跟有人在五谷新五路 合伙开家羊肉炉 经营的有声有色 205年6月 吴家山出席了台式新戏 天若有情开竞技者会 这部剧集合了李嘉玉 李一新 何子言等年轻美女主演 但在当天下午的 开竞技者会上 穿得最辣 身材最凹凸有致的 竟然是吴家山 不过他虽然看起来 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不少 在戏里却是演出阿摩的角色 最特别的是 与他分开多年的许家荣 竟然也一起拍这部戏 两人还是饰演某子的关系 据了解 在剧组中 他对许家荣的态度比较大方 只是在记者会上 全体演员大合照时 两人刻意站在最两侧 完全零交集 零互动 2018年5月2日 母亲节将至 台视八点档 情愤演员罗世锋 陈文山 特别趁机会 替剧中的母亲 吴家山庆祝母亲节 戏中 吴家山和陈文山 一搭一唱 有相当多的母子斗趣互动 其实私底下的他 也有两个儿子 他透露 自己在家中是位严母 对儿子管教很严厉 不苟言笑 与戏中形象反差相当大 还分享 小时候他们开冰箱要吃东西 都要问过我 或是规定他们九点前要回到家 不然就会锁门 所以儿子从小都很怕我 不敢跟我讲话 对儿子教育用心良苦的他 还曾经在儿子叛逆期时 长达三年没接戏 自嘲在家是慈禧的他 对于自己奉行铁的纪律解释道 因为大儿子是大孙 小时候又长得很可爱 家里的人相当宠爱他 所以我必须扮黑脸 如果不严厉管教 怕他们会被宠坏 对于小儿子有了稳定的交往对象 他说 虽然严格管教两位儿子 但他未来不会成为恶婆婆 名里的他表示 我一定是很好的婆婆 因为我会想 那是别人家的宝贝女儿嫁过来的 所以只要他们带女朋友回来 我都不会板着脸 陈文山私下也视亲至笑 今年看着父母亲年纪越来越大 让他相当感慨与不舍 平时没戏时 他都待在家里 接送父母亲到医院 他回忆 母亲从小就严格 对三兄弟的管教 采取脸做法 一个犯错 其他两个跟着被打 小时候会跑 让妈妈追着打 后来发现妈妈渐渐跑不动了 他直接站着给妈妈打 直到上初中时 有天妈妈打他们 大到自己受伤 发现小孩大了 打不动了才停止 他也暗自决定要乖一点 不再让妈妈因为管教他们 而操心甚至伤身 虽然母亲从小严厉管教 但现在回过头看 她心中依然充满感谢 表示 要谢谢妈妈从小 这么严格地教育我们 让我们懂得替别人着想 爱人爱己 没有变成危害社会的人 母亲节将至 她最想跟妈妈说 剩菜不要一热再热 因为她有时候拍戏时间长 没办法常常在家 希望妈妈能够多照顾自己 去年 以鸟来伯与十三姨走红的 资深艺人常青 精转辞世 享受76岁 他的女儿在网上发文指 父亲因心律不整肃疾 引起多重并发症 与世长辞 晚年生活无余 但肃疾产生 已住院一段时间 然后在医院过世 还在接受专访时 透露往父生前的愿望 表示 爸爸当艺人这么多年 喜欢这个工作 因为可以给大家带来快乐 如今也希望把欢乐 留给大家就好 常青出道近60年 主持过天天开心 长达12年 之后的长寿剧 傻女婿 鸟来伯与十三姨 也都有精彩演出 是台湾家喻户晓的甘草演员 她与前妻 育有三个小孩 62岁那年和小她31岁的 中枢雅结婚 新娘比她的大儿子还小 堪称老少婚 两人结婚时 女儿已两个多月大 对此 她不改幽默本性笑说 这算是昭告天下 宝宝不是父不祥 吴家山在鸟来伯中 和长青演夫妻 时常在戏里斗嘴骨 但因为长青定居台中 彼此近年来也鲜少来往 只在一次拍戏时偶遇 发现她身体不太好 没想到走得这么突然 只希望长青能够一路走好 现在她还在坚持演戏 只是接戏的数量 控制得少了一点 但是遇到好的剧本 还是忍不住要出演 2016年11月 电影《楚窗人生》 由新生代导演薛贤坚指导 主角集结了 曾获台北电影节新人奖的 曾沛于华剧小生许腾介 知名演员陈维敏等人担当演出 而吴家山饰演丽真的婆婆 在剧中 她对于丽真从事冰狼西施 非常不理解 除了到冰狼滩闹外 更在亲戚面前与丽真争执 让丽真气得砸酒瓶枪 要死一起死 导演形容 婆婆这个角色 要非常具有台湾本土的个性 闽南语要非常溜 外表看起来泼辣 一看就知道很会算计的 还透露 片子在国外剪接 美国的剪辑师听不懂中文 闽南语更不用说 剪接师说 佳山姐从表演说话语调 不用听语意就能感受到 她想要表达的意思内容 曾沛于虽是首次与吴家山合作 却也表示 佳山姐人很好又超会演 能够跟她合作 对我来说是很好的学习 其实算是一边演一边看戏 以前都会和妈妈一同看 《鸟来波语十三仪》 我们都很喜欢春娇仪 冰狼滩的戏拍完 我还特意跟她合照传给妈妈 祝愿她在余生中 能够一直身体健康 为观众带去更多精彩的表演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